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是在2点54分的 但我已经没印象了 刚才我听了一下 竟然吓一跳 刚才做了梦 好像是在加拿大那边 发生地震了 发生地震的天气 有人正在逃跑 之前就开始逃跑了 那混在这批没有逃跑出去的人 冲进了想逃出去 怎么也难找出去 那些条条康康康山主 再后来的话就好像就在那边 扎根 扎根就没有再继续 从那边去发生冲突去了 梦军是这些 梦军是这些 我自己都很难描手 听梦军说在加拿大 说发生地震了 发生地震了以后好多人在逃跑 然后呢 我们也混在那个加拿大的人当中 但是因为条条框框态度了 就很难跑出去 那很难跑出去呢 我就干脆扎根站给扎根站那边了 也不想跑了 我这个时刻我看到那个看到一个像门框一样的 一个门框一个像门框一样的东西 然后一个雕塑 一个雕塑是 打破条条框框 打破条条框框 这个雕塑曾经可能在深圳早年的时候 说要改革开放的时候打破条条框框 所以呢有个教授 住了一个教授 教授呢外面有一个框框啊 因为啊 一般的人呢 被桥桥框框 约束住了一个 人家是逃跑 人家逃跑 但 另外有一波人呢 另外有一波人呢 不是在逃跑 而是把这个桥桥框框 把他推盘掉 一部分人呢 是把条条框框把他推盘掉 我们现在组织了一个小盆队啊 组织了一个小盆队 专门就是要把他去条条框框 条条框框要把他推盘掉 要把那个条条把他推盘掉 这个时刻就发现了天上飞也在转 他们在帮我们打头针 飞也在帮我们打头针 帮我们打头针 帮我们打头针 对 要把那个推翻 要把那个桥框框把他推翻掉 但桥框框太紧了 太紧了 很难推翻掉 很难推翻掉 但用谁来给我们先打头针呢 外星人来给我们打头针 外星人给我们打头针 外星人给我们打头针 所以飞铁在空中飞 飞铁在空中飞 飞铁在空中飞的时候 几乎就产生了龙卷风 龙卷风 你把那些桥框框 桥框框 卷得已经不太及时了 卷得不太及时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小粉丁 到那边 把那个桥框框 一下子 就打破了 就打破了 也就是说 他的桥框框框 就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就像一个门框一样的 一个门框一样的 一下子 打破了 原来告诉我们这个 哦 这个隐含的意思 明白了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好 明白了 明白了 老天都告诉我们了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